拜拜 拜拜 拜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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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在開國大典上 開國大典上他倆一直在那兒 他倆一直在那兒 說好 拿表老子回去以後高興的不行 他站在天安門上聽著毛主席宣布 中國人民站起來了 他感觸很深 中國共產黨百年華誕前夕 十一屆全國政協副主席 民盟中央原第一副主席張美穎 接受中心社記者專訪 講述了民盟創始人張嵐 與中國共產黨之間的深厚情義 張嵐自表方 毛澤東親切稱他表老 張美穎也習慣這樣稱呼爺爺 他拿出七十餘年前開國大典上 張嵐與毛澤東並肩而立的珍貴合影 照片上 這位被譽為川北聖人的寅然老者 久違地換上新衣 新中國成立 應該說表老他應該是最高興的人之一 當然廣大老虎 大眾得解放很高興 但表老也非常高興 非常興奮 他蹉跎奮鬥一生 最後看著共產黨才是為人民的 張嵐是中國民主同盟的創始人和領導者 毛澤東1945年赴重慶談判時 曾與張嵐多次會面 留下毛澤東三顧特員訪張嵐的佳話 此後民盟與中共密切合作 結下了肝膽相照的深厚情義 他就回到總部把秘書叫來 他強調讓他記下來 共產黨拿我們當朋友 我們要反省自己夠不夠朋友 我們的思想意識和作風 能否與朋友相適合 我們盡了做朋友的義務和責任沒有 新中國剛剛誕生 雖然老頭已經80了 年過古希仍然以極大的熱情 投身國家的各項事業 無論是在土地改革問題 抗美援朝問題 還有統一祖國的問題上 表老頭積極參政議政 在中共建黨30周年 和新中國成立5周年之際 張嵐都曾專門發文 熱情讚揚中共領導人民 所取得的成就 張美穎猶記得張嵐去世之前 對家人的叮嘱仍是要跟隨共產黨 55年我去把我們都從學校蹲回去了 讓看表老最後一眼我們就去了 看我們都到了 他就說了幾個字跟著共產黨 還是這幾句話 這一點他深刻的好 張美穎深受張嵐影響 他就任民盟中央領導和全國政協副主席期間 積極參政議政 7月1號張美穎受邀出席 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官禮 百年風雲變幻 但包括民盟在內的民主黨派 與中共肝膽相照 融入與共的關係從未改變 張美穎說 新型政黨制度扎根於中國的土壤之中 充滿生命力 那時候黨盟合作還是鬥爭是革命 那麼多黨合作呢 是共同創造中國的未來 一個制度在這麼短的時間裡頭 就讓中國走出貧困實現小康 又走到全世界第二的經濟發展 你說這制度好不好 對不對 是不言而喻的 是這個制度保證 我們在大的問題上 能集中力量把中國往前推進 我覺得這個已經很明確 我們這個新型政黨制度 它是一個有生命力的 在中國來看是有生命力的 適合中國國情的 這是很重要的 我們在這裏 我們在這裏